台湘兄弟的发展 常常是中处起到架末 所以也会发生有处无路的症候 这一天的民生路五行就是一条无垃圾 更差10公斤就能统共民生路 这十几年来 亚国台湘的疾病是感觉真不公平 所以这一顶公司为主要来邀请地区教区政修议官 开通无垃圾的社会 希望可以两者处理用适来出进台湘的发展 一只顶公司審判人员向地区来催眠 这次要打通民生路五行的目标跟各位内容 希望出进台湘的发展以外 也让既民可以方便出进 会当要请地区可以来提出讯法和意见 公司都会来自作为整个参考 这个各位 如果国际同佣的营典数尊严 尊严我们今天在庭室 第一个是协议价格 第一个是要想协议价格 协议价格要买的时候 当然我们都要走进去 民生路五项这边的直接住户大概有三十几户 那间接住户有九十到一百户这么多 那如果民生路五项这最后的几十公尺 如果能够打通的话 那大家的这个交通方面的出入就会比较方便 就不用再一路倒车出来这样子 为在一支店应充利的民生路五项 是一条没有买买买 又是主席 起来比道路更早的一位案例 十几年以来 即便虽然习惯没有买买的计则不方便 但要是很希望能够有机会来打通行都 是大家驾路是更方便 因为陌生这路 陌生大家要驾路 车也不能过 陌生了 如果开通是大家方便就好了 如果大家OK我们就OK了 那不管是在居民的方便度安全度 甚至说桌边的这个房价 相信都可以带来一些正面的影响 那我们今天就在正式向营建署提案之前 先召开地方的说明会 邀请地主以及居民 还有那个我们地方的这些民意代表 来大家一起来讨论 一支店公司表示 这行要打通没买买的各位 就还要向中央营建署提报提案 也就是说 就算公司想要做 要等营建署通过这几个委案 再当正式来向地主进行协议架构投地丁数 记得给我们说差不多